對開電 無規模 安全優先的 放逆出事之下 將以治療法務館 正心到比幾個月的送拿之下 現代木造建築特點 對這個企業正式開電 對飲食順序的 合身議題公開 總共幾位人的電池 應當參觀的民眾 重新來適合到 損拿在現代生活的角色 當時透過現代木造的英國 讓自己木造再進化 來建格射於江宜人的英雄未來 江宜市擁有豐富的送拿之外 在大街小行當中 到現在有完有很多木造的建築 會等更是全台灣最大的木造社區 江宜市的普遍官在放逆期間 儘管幾個月的精心到比 特別推出送拿之下 現代木造建築特點 幾月六個電池 透過一年才會提出答應 希望透過定性木造的下次風景 讓各個民眾重新來設在地的木造建築 蘇科送拿自家的未來尚秀 現在嘉義勢力博物館有一個新的特展 森林之家現代木造建築特展開展了 那歡迎大家在8月10號之後呢 可以到我們嘉義勢力博物館來參觀 那現在因應疫情的期間呢 我們嘉義勢力博物館就是參觀的規定呢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事先先線上預約 如果無法線上預約的話也可以到現場 到現場的話我們還是請大家還是要做一個預約的動作 那我們進場參觀每一個時段大概會有一個100人的參觀人數的上限 那就是屆時請大家就是依照我們相關的規定來儘管參觀 嘉義勢力博物館也提出民眾 目前除了每星期的博物館之外 因為疫情影響開館的時間 將會配合到疫情的狀況來隨時做調整 建議民眾會當成就忙以後參觀的時段 那就是查順確認六館的時間 除了登場的實體電腦之外 大家買單到博物館來看刷定環境的壓批 那就是散步到自己的大街秀行當中 驚逢一棟又一棟 進出生活當中的目標做検討 世新新聞 丁定孫王秀山 江義士 蔡文博道 嗨 大家好我是嘉義士長黃敏慧 大家好我是嘉義士同文國小校長林秀江 每一年的暑假孩子們最期待的暑期活動 就是科學168教育國難會 想到去年度我們把場地擴大到港瓶 風雨球場 港瓶國小 我們的主題是家鄉最科學 有科普教室 創客教室 主題特展 定向樂演 還有無人機 飛空表演等活動 內容非常的豐富 吸引了超過10萬人士的參與 這都是令人難忘的回憶 沒錯 除了嘉義士的孩子 活動中更有來自台灣各地的學生 到嘉義士共襄盛舉 是啊 科學168是嘉義士的教育品牌 哇 深深的引以為傲 但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今年度的科學168 必須要取消實體活動的辦理 不過 孩子們 您的聲音我聽到了 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在雪假期間 還可以參與科學168的活動 今年度我們就轉型推出了 科學寶盒的計畫 我們為每個嘉義士的小朋友 準備的科學寶盒 裡面除了完成科學實驗需要的材料以外 還有一本實驗手冊 孩子們可以在家中自己完成一個個 有趣的小實驗哦 我們相信今年的暑假 對嘉義士的孩子們來說 一定是最特別的一個暑假 科學不僅是機械 更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透過科學寶盒 我相信孩子們能在做中學 學中做 熊腦病幼 學習不落後哦 雙手萬能 科學鑽手 這是榴罰 做到好 快點 好 你好 好 剛剛